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乘客下车还一次甩车门泄愤 留下司机无奈又傻眼 像这种天气不好啊 你还要另外再约另外一个地点 就是会相对比较不方便 如果因为这样他会被开罚单 他也是不划算的 回到事发地点就在北车西三门 Uber小黄计程车进进出出 而告示牌也写得清清楚楚 禁止计程车载客 要是有人想违规 警察立刻来赶人 最高也可开罚3000元 北车西三门按照规定是无法载客的 但是如果你要搭车的话 最快的方式就是走了20公尺外的这个地方 或者是 北车东三门的这一处计程车招呼站 可以上车也可以下车 一台一台小黄按规定排单 想载客就得等 我告诉你 只要没有警察 我们都是让他上 为了生计 部分司机甘愿冒险闯违规区载客 只是有些司机还是宁愿照规矩来 免得吃上罚单 一整天的辛劳 做白工不说 恐怕还得贴钱缴罚单 咱们也希望周冠与吴雅婷 台北报道